健康重返基隆市議會 參加定期大會開會的 基隆市議員張耿輝感到非常開心 包括市長謝國良 議長童子偉 以及各黨派議員同仁們 也立刻上前慰問關心 身體還是最重要的 對 一切把它身體不好 身體不好 還是一切的後盾 不能撐住 謝謝 謝謝 因為張耿輝近日傳出 急性心肌梗塞 幸好家人及時發現不對勁 送醫檢查治療 經過台北慈濟醫院醫療團隊 緊急救治處理 完成心導管手術救回一命 因此張耿輝也呼籲 市民好朋友 務必注意自己的健康狀況 如果發現有症狀 千萬不要拖延 一定要盡早就醫檢查治療 要不要再拼一下 不要一拼 他聲明不好 過久 看外面的世界真 看外面的世界真 真的很認真 看大家都這麼關心 大師兄 我同學 三十一個不能少一個 我們 不能少 一個都不能少 三十一個 他說你要幫我介紹對象 每一個藝人 對 其實每一個藝人 在那邊 對 真的很重要 因為真的都在拚 拚了你就放棄 現在拚了 張耿輝表示感謝老天 和臺北慈濟醫院醫療團隊 給他重生的機會 其實一年前已經有胸悶等症狀 因為服務行程多 自己忍耐不以為意 終於導致急性心肌梗塞 發生差點丟掉性命 因此希望以自己為健 提醒各界好朋友 千萬不要輕忽自己身體 任何的狀況和問題 及早發現及早治療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